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習拜會的部分 習拜會即將要登場了 主要是因為11月15號到17號 這個APEC峰會就要在舊金山舉行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時辰表 現在傳出的消息是 11月14號到17號 習近平會到美國去 接著16到17號有一個經濟領袖會議 是由拜登所主持的 現在傳出11月15號 習拜就會在這個場邊舉行雙邊會談 這個是來自於彭博的分析 其實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盤算 習近平的部分希望能夠安撫外國投資人 另外就是能夠終極貿易關水 同時希望能夠把技術管制的部分移除 另外美國希望達到的目標 包含要恢復軍事對話 還有重申美方各個議題的立場 這當中台海 北韓 俄烏 中東等等 其中台海問題大家所預測的是重中之重 另外要施壓提高度透明 包含了經濟治理跟一帶一路等等 我們先來看到其中大家關注度比較高的 認為比較有可能達成的是恢復軍事對話 但是到底所代表的層次是什麼 這個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10月12號接受美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特別提到拜登總統決心看到兩軍的關係重建 我們需要這些溝通管道才不會出錯誤判或是誤傳 另外從高階領導層到戰術作戰層次 恢復軍事關係可以在每一個層面上來做進行 也可以在印太水上跟空中 拜登將會尋求讓兩軍關係朝中級目標推進 另外一個部分 中美就會討論包含核計畫在內的伊朗威脅 等等等等的話題 美國媒體CBS報導指出 其實白宮官員針對策劃習拜會的流程 還有各個細節的部分 全部都是繃緊神經的 因為這個是習近平六年來首度訪問美國 所以中方勢必期望能夠收到最高規格的禮遇 當然從這個菜色的安排等等等等 每一個部分都會透露一些些政治的含義 連習拜會之後再進行晚宴 好 另外我們進一步再來看到 這個是巴榮金融週刊分析 他們認為說習拜會頂多只能夠安撫一下投資人 難以帶給市場激情 因為只能夠讓美中關係回到重啟對話 避免衝突的原點 同時外媒也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傳中國考慮在iPad峰會期間公開對播音的承諾 要恢復採購737 MAX機型 另外一個部分呢 大家也在觀察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特別提到 11月27號開始 國航副航華盛頓航線 11月30號開始要增加洛杉磯的航線 我想問一下這個願老師 你對於拜席會 你期待嗎 你怎麼樣看 看得出來其實雙方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你覺得能夠達到什麼樣實質的成果嗎 我覺得拜席會對我們台灣是太重要了 因為他們要重啟軍事對話 稍微讓大家回味一下這一段時間 這個拜登跟習近平多久沒見面了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氣球事件 就是來自於這個巴黎島見過一面以後的話 基本上他們要朝向舊金山 然後彼此之間的放話 我普遍得到的印象當中 是美國非常期待能夠見到習近平 甚至於拜登總統的話認為說是 習拜會對他來講的話有三方面的意義 第一個就是選舉 第二個美國有實質上的議題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美國跟大陸的軍事 原來在佩洛西串訪台灣之前 是有固定的軍事交流 大家彼此相互了解 那之後現在已經從2021年的8月20日到現在 算來看已經兩年多 兩年多時間大家有多少次插槍走火的可能 我想大家非常了解一件事情 中美之間要是一旦插槍走火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世界大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個人跑得掉 那目前為止的話 我不曉得你這個消息是哪來的 得到的消息完全是站在美國的角度所寫的 其實實際上的話 就是說你那邊提到講說要求規格要高什麼 我跟你講以前我在國外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歐洲讀書 在布魯塞爾歐盟當中的話 只要中國的領導人跟美國的領導人的話 他們車子的數量是一樣多的 開出來的速度是一樣快的 然後裝潢裝飾 然後這個車子的大小什麼都一樣的 24輛我記得非常清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這是外交禮儀 但是有的國家的話他辦不到 但是大國他一定要要求這個標準 所以彼此是對等的 那現在的話 當中的話強調裡面真正的重點 我覺得其他的重點對中國來講的話 都不是真正的重點 因為中國本身來講 跟美國的關係的話 其實做好了 因為我本來與人為善的一個環境當中的話 中美關係的話 從2018年6月開始 就我感覺上好像是 因為那時候我人剛好在上海 那一天我聽到這個消息 感覺上覺得不出來 就是中興跟那個華為被制裁的時候 我感覺上有一點奇怪 因為大家當時對美國的印象沒有那麼差 然後就接下來的五年當中 這個關係變得非常奇特 美國本身國內的宣傳普遍上來講 我講一個數字大家就知道 大陸現在在美國留學生有29.8萬人 將近30萬人 你知道美國人在中國留學有多少人嗎 352人 差多少倍 差多少倍 你想想看上千倍 所以我這邊所要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普遍的印象的話 拜登發覺這個對中國的打壓 或者說這種說法上來講的話 有一點玩得過火了 有一點玩過火 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感覺到 就是說大家原來就是跟美國 我覺得美國有一點事情非常奇特的 你知道就是連續 這個貓熊都不要了 全部都送回來了 我覺得貓熊何故呢 因為動物本來就長這個樣子 你要不要 原來是你很想要 現在你不想要 對不對 我自己到了美國重要的動物園裡面 都看到貓熊 所以說現在的話 我想習派會當中 在舊金山的話 討論來討論去 只有一個議題 重新建立軍事上的接觸 關鍵就是台灣 台灣的話原則上就有兩點 第一個遵守三個公報 第二個說到做到 我覺得呢好的情況下 最好的情況下 就是習近平如果能夠要到 就是說美國願意 就是說 針對於我們馬上要選舉 的情況下來講 大陸也很了解 美國很了解的情況下來講 先提早暗示一個解決的方案 美國講話會有用的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覺得呢 對大陸來講呢 可能呢 一聽到結果的時候呢 不管這個結果對他 感覺上是不是有利的 那不要太早表態 要給一段緩衝的時間 我只能夠要求這樣子了 我覺得他們要談的 就在這裡 因為這些事情的話呢 對我個人 對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都非常重要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 習近平跟拜登會面 他們所對自己的要求責任 都非常大 最好最好 就是能夠和平了 這個兩岸的和平 中美的和平 世界的和平 那世界現在已經不平了嘛 跑不掉了 那美國現在有沒有這個勇氣 展開第三條的戰爭界線 嘴巴說的是沒問題啊 實際上能不能做到了 你這個要想一想 拜習會 習拜會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大謙哥 當然現在大家都很關係 台海關鍵問題是重中之重 另外呢 什麼叫做恢復軍事對話 要看到兩軍之間的關係重建 這個代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美國在這個時刻 為什麼這麼急切的 希望促成拜習會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 就剛剛院老師說的嘛 他已經無暇他顧 沒有辦法再處理跟照顧 第三條戰線了 所以他原本在印太地區 燒的這把火 那麼他現在可能要稍微的緩一緩 那麼如果在這個時刻 中國大陸不配合他 在印太地區 引發了什麼樣的動盪 不管說是不是把人 愛嬌那個船給拆了 或者是說真的台海 爆發了什麼樣的衝突 就算現在中國大陸 把台灣圍起來了 美國都不見得有能力來處理了 所以講更直白一點 現在是美國有求於中國大陸 而不是中國大陸有求於美國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敵意 不會因為習拜會而放下來的 他只是緩兵之計嘛 他現在暫時用習拜會買一點時間 等他把中東處理好了 把這個惡戶處理好了 他的手騰出來 就處理你印太地區了 中國大陸不會不清楚的 所以今天除非美國做出 某種程度的讓步 就像剛才岳老師說的 在核心問題上 台灣問題 你要做什麼樣的讓步 不管是公開或者是私下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承諾 那否則說這個習近平 沒什麼必要千里迢迢的 跑到你這個美國的主場去 然後還可能會冒著這個被羞辱的問題 還有人來抗議 搞不好還有人身的安全 這個現在在美國總統被暗殺多的是 你說習近平跑到那裡去 有這個必要嗎 所以除非今天他們私下 達成了某種程度的這個妥協跟承諾 所以習近平其實沒必要跑這麼遠 那麼這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蘇利文一直希望建立兩軍對話管道 因為他怕插槍走火 他怕有意外 而且這個時候有意外的時候 講難聽點美國也救不了任何人 所以最好他這個時候 先把中國大陸按耐好 這個時候你先別動 等老大哥騰出手來 有能力對付你的時候 咱們再來決一死戰 但這個時候你就先別動了 所以其實習派會講到最後 關鍵問題就在這裡了 那你說當然這些旁邊的小菜 你有沒有可能什麼科技圍堵放鬆 有沒有可能有按外包的政策改變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地緣政治上的佈局做一些調整 嘴巴上可能會講 但實際上我認為要看到的可能性並不高 如果真的夠高 你說NVIDIA 回答就沒必要 自己還要去創出三個AI晶片來去繞過美國的一些規範 或者是美國的限制了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習派會 我覺得大家要關注的就是 到底美中之間對台灣問題達成了什麼樣的默契 這是值得我們要觀察的 那包含這個中國現在考慮在峰會期間公開對波音的承諾 要恢復採購 這個部分你覺得算是一個善意嗎 如果今天美國在剛才運老師講核心問題上做出了 讓中國大陸滿意跟接受的承諾的話 買個飛機這算什麼呢 就是買點大豆買點飛機 開幾條航線這小事情 那麼關鍵問題是在於說 你美國到底要做什麼讓步嗎 所以我也是很好奇的 等著看到你習派會 你千里迢迢的把習近平請到了舊金山 冒了各式各樣的風險 到了那裡去之後 你到底要給他什麼承諾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項 請問李宗盛 請問李宗盛 我會請問李宗盛 來遊行 可以觀看? eye吳